如果大家看过《平凡的世界》 一定对田霞印象深刻吧 田小霞的扮演者叫李小萌 说起李小萌 他15岁就获得了清歌赛青少年组金奖 1988年16岁 李小萌在电影《谁说我不在乎》中 扮演缝狗的女儿一炮而红 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 接拍了许多热门影视剧 李小萌不仅是童星出道 还长了一张非常简灵的娃娃脸 看外表永远都是一副18岁的样子 李小萌的老公叫王雷 他们俩是在拍《大育女》的时候认识的 这部戏做成两人的姻缘 2013年也就是在李小萌的毕业典礼上 王雷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下求婚成功 两人在交往了七年之后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人在结婚了几年之后 依然可以保持初恋的感觉 虽然有了孩子 但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生活也因为孩子而变得更美好 更完整 最难能可贵的是 两个低调的人凑在一起是真的低调 即使是结婚也没有大张旗鼓 自家里更没有炒作 没有黑料 为了老婆 王雷甚至还拒绝拍吻戏 拍激情戏 这在男演员中真的是少有的 即使是以幸福著称的吴七龙和刘诗诗 和这两位相比 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吧 四爷可是在婚后还拍了吻戏的 而李小萌能够收获如此幸福的生活 不仅是运气好 更是遇到了好男人